清明节连续假期 第一天4月2号火车票 在3月19号凌晨 台铁网路订票一开卖就全部秒杀 让许多要返乡扫墓的民众急得不得了 还好县府未雨绸缪 特别向台铁要求台北台东 往返两个车次的普悠玛号 总计732个车位 让台东民众排队购票 好六点半就好了 你住哪里的 峰谷 峰谷 好六 辛苦了 好 习惯了 习惯了阿嬷帮孙子买了 要玩多了五个 你买几张 三张 三张 六点来 有代价 六点半打很好 辛苦了 回家睡觉了 台铁即使加开了加班车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乡亲的购票的需求 果然在19号 台铁的春节清明廉价的票开卖之后也是秒杀 所以我们在之前未雨筹谋 所以我们在之前未雨筹谋 特别筹办了清明的返乡专车 在4月2号跟4月6号 各有一列普余玛号 从台北回到台东 以及从台东再返回台北 为了帮家人购票 特别与女儿 从观山开车来排队 从早上6点开始排 终于顺利买到12张的来回票 让她开心的不得了 怕买不到票 所以说提早过来 那你买的票是来回吗 对 我们从观山到树林 那总共买几张呢 买12张 12张 孙子女都要回来 这一次总共732个位置 除了30个位置 我们保留给低收入户之外 其他的702个位置 都会在今天顺利卖出去 那低收入户那30个位置 假如没有在今天来取票完成 我们也会在今天下午的6点钟 也把那个票释放出去 让更多的乡亲 可以充分来利用 我们这个清明的返向专车 台铁有开放网路 但是大家希望的那个时间点 都差不多一样 所以会造成秒杀的 那个网路秒杀的提醒 县府在大礼堂开办总计 732个车位的清明节返乡普悠马车票 有30张是特别留给低收入户 从下午3点开卖不到半个小时 台东回台北5939班次的普悠马车票 就只剩下307张 后面却还有民众陆续前来排队 只能说要抢票 早来有机会 晚到的人想要买到票 可是来不及了 东台新闻张家伟 台东市报道